时长情商客 如果你因为工作成绩突出 经常被领导 在众多同事面前表扬 但同事也因此孤立你 你会怎么办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 其实我首先心里面 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在一个公司 我觉得企业老总 对我的重视程度 我觉得已经足够了 那么我这边肯定会想 我就再努力一点 成为你们的领导 成为大家这些 孤立我的这个领导 第二点的话 我这边同事会想 因为一个公司 一个集体的话 它一定是需要协作 需要相互帮扶的 这样去完成一个东西的 所以的话 我这边会想方设法来 然后把其他的同事 一起把他们一起带上 就说其实这个成绩 不是我一个人完成的 其实是大家伙的 努力的成果 我会这样来做 我觉得前面展示了 陈瑶的野心 然后想当领导 但是后面展示你的情商 还是挺不错的 你能够知道说 一个项目大家来合作 那绕回来 如果你能够在职场里面 把你的这种叫进攻欲 和证明欲 稍微收敛一下 你多倾听 然后多分享 让别人看到价值 反而可能会更能 凸显你的优势 陈瑶 我觉得这个问题 对你来讲 是一个高压线 为什么这么说 我想问一下 你过去带队的那些公司 你是他的乙方 他们是一群甲方的兄弟 是吧 老大原来不是你 你空降了 你过去做咨询 你还管人家 后来这些人 跟你关系怎么样 关系都很好 确定吗 确定 关系很好 为什么没留下你 没留下原因是 我用我自己 给我的职业的规划 不一样 一方面我想 通过一些大公司的 一些学习 学习他们的一些文化 学习他们一些 对市场的一些东西 然后回到我们贵州 去做一些贡献 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 其实我是真的 非常非常想突破 我自己现在的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瓶颈 我特别想突破 你一直在强调 你想突破 你当下的这个瓶颈 想有一些改变 对 想学到一些东西 对 那你为什么 期望工作地点 还是贵州 我期望工作地点 是贵州 但是我这边的话 去到其他企业之后 我可以通过 他们企业的 很多系统性的一些培训 还有包括 他们系统性的一些文化 企业文化 然后可以来改变我自己 而且的话 我可以 陈阳你在答非所问 我没答非所问 因为为什么说呢 因为我可以在这个企业 学习他们更多的一些 经典的一些东西 学习要交学费 创造价值要拿工资 这两件事不一样 我在创建价值的时候 我可以学习 不是 如果你不能够 直接创造价值 你就得先交学费 他回答成什么呀 就是什么样就行 刚才说到了 你要交学费的话 你这个期望薪酬 有可能要做出调整 15000 15000 15000 好了 毕竟还有四盏灯 为你留下 说不定 真有赏识你的企业家 会挺你到最后 来吧 请留灯的四位 做出你们的选择 你看 真就有挺你的 泰坦树柯的寒衣 这样的话 你直接进入到了最后的 谈钱补伤感情 我给你的岗位是我们贵州的营销策划 这岗位是个基础岗 然后薪资是8000加 这是我能给你的岗位 那我希望第一你留在本地贵州 第二我觉得你是个点子王 你有你的好的地方 但是你的缺点非常明显 但我觉得我能看到你身上的闪光点 在贵州这样的一个城市 能通过野路子 然后你自己带群团队 给当地的实业 实体产业这么难 能给它带来一点收入 我觉得你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希望放大你这个地方的价值 就是留在贵州这个城市 我们有个城市中心 我可以在那边 让你只做营销策划 因为除了策划以外的 所有事情的话 你的执行和管理 都达不到管理水平 它的一个晋升空间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对你的晋升空间 有两个难度 第一个难度是 你可能要在这个工作的阶段 去读点书 以你现在的表达能力和学习能力 以及情商这些加起来的话 你很难往上升级 除非你自己创业 你要在企业里面升级很困难 但我觉得你做营销策划 做点子王是可行的 好吧 来吧 考虑几秒钟 选择泰坦树科 或者拒绝它 谢谢再见 好 陈瑶 那你最后的选择是 我选择泰坦树科 祝贺韩一 也祝贺我们的求职者陈瑶 出てきて 出てきて